在清代朝廷规定满汉不能通婚 北城满族由无长期居住屋一城之内 在婚族上一直保持住鲜明的民族特色 光绪28年1902 清廷允许满汉通婚 少数汉族妇女嫁进北城 但多为给官员或有前人家作妻 而满族妇女不外嫁 辛亥革命、后勤、况、逐渐改变 多民族融入北城 婚族也随之吸收了汉德化 但因城内满族人居多 婚族上至今仍有不同汉族的特点 嬴心、早年间满族女子不过脚 六、西、岁同男孩子一样 到八级被摘学堂读书 十二、岁留发 女孩儿的发誓 随年龄而变化 幼时输两个抓地儿 招长大 十五、六、岁袭击之年 输双盘、蝴蝶结儿 也有输辫子的 这男子不同的是姑娘 辫子上加一种发 前额不屁发 男子替前额去变烧儿 女子不去变烧儿 亲周满族男女结亲 首先要有亲友作媒 就是八级军队的官员和士兵 待遇神殊 不都捅年薪白银 一千零五十两 C给家属米一百五十时 马甲 骑兵年想银二十四 两C给家属米十五时 而养育兵 预备翼 只有月米四斗 无想银 有养育兵生马甲 需经过一马三界 一马三枪的严格考试 很不容易 所以谁家男子一旦生为马甲 上门提心的人便崩涌而至 见窗花提心的第一步是 换能复铁和相看 能复铁上面开一婚者的其所姓氏 年龄等 后来 吸收了汉文化 贴则上强距男女 双的方生辰八字 合到一起推断是否相K或犯下 因此能复铁也称龙凤铁 被嫁妆 如果男女一婚 急由没人 带双方家常到对方看事 交错相亲 青州满族英居一个城 内 彼此经常见面 除几少性格腼腆 整天不出门的姑娘或男孩 多数人免去相亲的步骤 开脸过去 因为满汉不通婚 却嫁双方都在本城 而且很多人家亲上家亲 在北城有句俗话 叫做官上城门 都是亲戚 但合婚 十男女双方 有一个人则 嫁出去的女儿 生了女儿 不能再嫁回本家 旧父的女儿 可以嫁给姑的儿子 姑逼女儿 不能嫁给旧的儿子 这叫胡肉 不还家 不心房 另外还有个月定成俗的规定 同性不嫁 欲有同性者 如男女双方都性官 则要考察是否同族 同族人不能成婚 北城的家庭 别因虽也将门当户队 但首选因素 不是地位 金钱 而是对方的健康和智力状况 因为民多兵少 竞争相当激烈 没有好的体力和智力 就不能当兵吃粮 所以人们在责婚时 就特别注意 忧生忧郁 熟悉男女 双方丁相看 合婚均无异议 男家常备 及鞋少量 定力至女家 一般为单还手势 和包如意之类 这称为放定 女方收纳 并亲手给对方点烟 叫幻恩礼 以后 男方选择即日 向女方下聘礼 汉族教 下崔庄 青州满族教 追结 满语音 巫事 女家便将陪嫁的装帘 送到男家 双方礼品 多少 根据身份 还不合个人要求而定 其成最末一代 副都统无言年女儿 出嫁时 嫁 装多到六十台 金银珠宝 饰品 衣物 猪羊 鹅 酒 李朗满目 前列一出北城南门 后卫还没敌都同谱 迎亲听老人们说 老年在东北的婚俗 男家的片礼中 不论多少 要有一对大雁 因为雁是满族 重戴的奇妙 雄雁词 雁恩爱甚独 永不分离 宋雁像指著男女 双方永远终无爱情 这叫雁雁里 是满族的古俗 拜天避入关口 因为没有雁 便已而戴雁 民国以后 北城扣显平 著名画家扣陪身之父 结婚时 贴出这样一幅婚联 国风十五首 但仍不忘自己民族的古俗 这证明此俗心 只清莫民初 作福我小的时候 听妈妈 说她嫁出之前 曾跪在祖宗板前 举行过开锁仪式 当时 由沐昆达族长 亲手剪掉 细在她脖上的锁子 放进火里烧掉 表示从此成为一性家的人了 上教前 有本家嫂子给她开脸 书盘头 带电子 猛红头杀 去侵蚀为红 绿教各一顶 三吹三打 之后 我舅爷爷把她抱到教上 我爸做绿教 我妈做红教 花教 有了对仪仗引导 兄嫂和伴娘互送 沿途遇见妙 不紧要用红针 遮挡教门 说这 是违必杀神 出嫁 另外有的人家 去亲时男的骑马 只派一顶彩教 去娶新娘的 迎亲时 由一童子压教 后边跟一辆马车 里面坐营 亲太太和伴娘 我六岁那年 大一家的表哥娶亲 这个时期 已不兴骑马 娶亲 只用一顶花教和马车 新郎在家等候 去时让我给新娘压教 路上 我跌在轿子里 听外面裸骨圈篇 想伸头看看热闹 可大人不准我先叫别儿 直到新娘上 叫我爬上大车 才自由自在地 看那些热闹景象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 叫至家门口 新娘不下轿 迎亲和送亲 双方的主持人 在门里门外 一问一答 互相对话 门里问 你们想要什么 门外搭 要 犀声歌 犀声歌 是满足民 兼乐曲 乐队奏笛 门里又问 还要什么 门外搭 要得胜令 得胜令 是军队打仗 胜利归来演奏的乐曲 乐队奏笛 新娘还不下轿 门里又问 还想要什么 葱花儿炒豆腐 葱花炒豆腐 的含义 是曲 葱和谱 字的谐音 葱译为聪明 豆腐谐音为得谱 这也是一种喜庆时的调侃 细货 表现出满足人性格的 辉谐和幽默 都在常人哈哈大笑 射三件 新娘下 叫前院子 离岛铺好了红衫 新娘下轿 脚不能粘地 必须踩住红衫 直到进入洞房 到年间 新娘从下轿到拜天帝 还有 射三件 插腰刀 麦果腾和跨马鞍子 首先 迎亲思宜 将新郎逼过弓箭 新郎向轿门方向 连射三件 新娘进门时门后站 依夸腰刀的飙景大汉 钢刀出鞘手握刀 丙齐新娘 迈进门槛 咔嚓 将刀插入鞘内 以上两种说法 一为地鞋 去掉新娘带的红衫 一为满足上午 轻无其射 新郎向新娘炫耀武功 试试新娘的胆量 接住室 麦果腾 红衫上摆一盆炭火 新娘走近时 有人往火盆里 拖中酒 火腾地住起来 让新娘迈过去 然后 在麦果腾上摆的马鞍子 这一位祝日子过得 红红婆婆 平平安安 麦果腾男女 拜天帝 满足也称败北斗 这是一种撒满一风 一是在院中心搭的彩棚内进行 彩棚用席字搭成 四条飞檐 挂四个宫灯 所有柱子和栏杆 都用彩绸包裹 棚内挂马 洗脸洗帐 桌上有拉台 供果 全图 鹿兽三星化下 在一圣梁时用的斗 或圣内 插三之几 取谐音 斗声三级 几次俗 在满足的东北老家 于平民中很少见 在北城显然带有住房官兵 追求立功进席之意 新郎新娘走进彩棚 先拜天帝 再拜父母 然后夫妻对拜 婚俗于汉族 不同的是要用满于唱 喜歌 依领众和 歌词大意 是 为新婚夫妻祝福 以上婚俗 至亲莫已不多见 新人入洞房后要做福 过去在关外叫做帐 即令搭一帐棚 新娘抱宝 平入帐 新郎绕帐棚 传三圈 刘不留 女达 刘新郎进帐 喝椒怀酒 夫妻同坐 青州满族 将此俗演变为 新娘入洞房 坐屋抗赏 新郎给新娘接猛头 送亲太太 爸娘给新娘梳两把头 新娘给新郎插光发 而后男女 用一根红线香 连的两个中 喝椒杯酒 吃子孙波波 骑行 撞小巧 包了糖的甜水饺 喝椒杯酒 此时分足以老者 端肉饭至门外 祖宗赶子 多仓赶子 前喜岛 将肉饭至屋屋顶 高处 子鸭雀 满语称 阿茶 顾蜜 一级合锦 行完合锦里 新娘下胖 任大小 依依同全家见面 新娘给公婆和常备行礼 给各自携带的北烟 带庄烟 点烟 常备给新娘赠红包 对屋婉被责 由新娘赠送红包 新州满族居屋 同一成为 新娘多数当天回门 但不在娘家过夜 若次日回门 结婚这天新娘 不吃婆家的饭 由娘家送饭 门之后 要紧的是祭祖 事先备好 供果 祭品 相逐 之前新郎新娘 由父母带领 乘轿车到坟地 烧香 败祖 北城各其人家的坟地 在城外 沿途便引来许多人 看新媳妇儿 也有一般热闹景象 新婚度过蜜月 娘家派车 接姑娘回家 住对月 丈夫不能同去 新媳妇儿 在娘家住完对月 要带回亲手 给丈夫婆婆 做的荷包 喜爱满足姑娘 心灵手巧 针线讲究扎拉盘化 所等为表现 记忆精湛 此时 要大显身手 秀制的荷包 喜爱可以求新多姿多彩 有的人还把这些制品 保存下来 作为终生的纪念 文理凤奇